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台股指数大涨200多点 这次台股迟来的超级大行情 真的是涨得又急又快 短短才一个月的时间 哇我们的家族成员是获利满满啊 988的专案活动 你到底跟上了没啊 郑老师说会带你一路赚到明年底哦 而且是即刻加入 即刻就马上开始大赚 是真的 先从我们的IP三件课来看 今天8054的安国市再度的亮灯涨停 经历科也涨了近7% 股价是强到不行啊 还有我们的巨有科还在分盘哦 照样是强强棍 党党都有赚到几乎六成以上的获利 哇目前市场最强势的IC设计股 郑老师是不是在节目中都有预告在前啊 实实在在的带你赚到钱有没有 接下来一档接一档我们要继续赚咯 锁定好节目了 把时间交给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今天台股真的是哇好厉害 盘中最多涨222到17360 是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国际股市表现应该都不错 没有耶 昨天美股市小跌 是 然后今天呢 日本跟香港股市是跌的 那上海股市大概是平盘小小涨 韩国稍微涨多一点点 是 但是最厉害就是我们台股 真的 涨了超过200点 那财量维持还不错啊 大概接近2900亿 那台币我认为还是主要原因呢 因为盘中一度升值超过一脚 是 那猛升哦 所以那个热钱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一直到进来 所以让指数大涨200点 是 那我一直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港股今天跌100 对 目前跌105 我们是涨200 一来一回是不是差300 对快要超越 所以我们本来差到400点 对 那到现在哦 我们是17344 你就记344 嗯 那港股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7419 就419 嗯 344 嗯 那是不是差不到100点 对75点 对 所以呢 台股跟港股的差距 有史以来是最小的幅度 嗯 那我相信超过应该是必然的 是 或许在这两天就会超过 嗯 那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其实 国际资金是有选择的嘛 嗯 就那么一套钱 嗯 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港股多买一点 其他股市可能就少买一点 嗯 或者是比如说 韩股很好 多买一点 嗯 跟韩股可能比雷同度比较高的台股 可能比重就会低一点 嗯 好那港股现在为什么这么低迷 就是因为政治面的因素嘛 嗯 就在反送中之后 嗯 国际的市场 国际资金认为就说 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市场了 嗯 它已经变成中国市场的一部分了嘛 所以钱都跑掉了嘛 嗯 所以呢 它的行情就一直很低迷 是 那钱外逃的过程 他总会选一个替代的标的嘛 嗯 所以当台股如果说真的趋势上 已经尬过港股 而且一路向上的时候 嗯 哦 那那个可能 敲敲板的效应会更加的明显 嗯 所以我就说过去三年台股被外资卖了1.7兆 是 只要补三成 就超过5000亿 嗯 买个5000亿不要说什么18000啦 两万点都会来啦 哇 那到时候呢 好期待喔 你就会发现台股跟港股的差距可能就会逐渐扩大 是 好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科技产业最强的生产国嘛 嗯 然后又有AI的助攻 是 很多东西都在台湾嘛 嗯 所以明年我认为就是说 联总会 因为我看今天喔 美国的一些投资机构最新的看法 嗯 是认为说 联总会 甚至会提早降息 不用等到半年以上 嗯 那明年可能会降息大概 啊 至少四嘛 嗯 所以这个氛围逐渐在市场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嗯 所以资金面是有利于股市 股市会走资金面的多头 嗯 那景气呢又开始回升 是 台股又有AI的助攻 对 三重利多啊 嗯 所以呢 两万点不会是梦 是 而且你说外资一下子几天 一个礼拜多就已经买了1700亿了 嗯 买个5000亿真的不过分 嗯 所以 这次台股我认为明年会走一个超级大行情 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时间点 对 为什么要推 988 操作到 明年底 而且是明年年底的活动 就是因为 我在这边看到明年的 超级大行情的机会 对 非常好的 那我认为其实大家其实 嗯 没有行情就算的 对 就少做少输嘛 对对对 有行情的时候你要毛起来 用三倍的精神 三倍资金去操作 对要跑快一点 对我不是说叫你去借钱 我是说你可以把 放在其他的部位的钱 定存的那些 闲置的资金 在有行情的时候 用力做操作 是 一口气赚起来可能 赚一波起来 一个底十年 所以这一波的行情会非常非常大 好 所以这个时间点 988操作到明年年底的活动 就是要带你一路赚明年一整年 对 而且从11月份就开始赚 对就是你即刻加入 就即刻大赚的意思 对所以11月份 其实大家看到吗 IP3件课 是 安国今天还涨停 嗯 金银科盘中几乎7% 对 据友科关20分钟又怎样 今天也是涨 还是很强 那其他IC这一股 比如说我们那个九旗 嗯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MCU整个复苏上来 有 过年前会有很多集单 整个产业都有这个现象 对 这是节目中公开讲 对 所以你看那个九旗 现在是亮灯所涨停 88.8 是不是发发 是 买了就发 真的 所以 988 我带你12月份 一买就发 嗯 所以大家要赶快跟上 好 赶快跟上 嗯 那回到股票的部分 IP3000克 比如说安国金又涨停 对 那其实就是因为市场认为 明年的转积性是跨入ASIC 变成IP股 嗯 不只是可以赚超过45块钱 光本一笔的提升的 那个想象空间太大 嗯 所以这波从三四十一路标到 今天91块 这一波最高是92块半 嗯 就是年底就是这类的股票 最会标 是 你前面前三季亏钱也没有关系 嗯 积息够低 对 那公司积息做多 嗯 明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机 那个梦画得非常的大 就像我说的嘛 年底就是老板要画大饼 对 炒梦谷 对嘛 你要画大饼给员工 员工才会有信心嘛 对 画大饼给股东 股东才会支持嘛 对 那不然你要去并购 新额办法 要花七一多 你后面可能也要做一些募资 现金增资什么的嘛 嗯 那股价高 股东有信心 钱就好拿到嘛 是 你后面就容易发展嘛 是个良性循环嘛 嗯 所以一个口才好的老板很重要 嗯 柄要画的 让人家觉得很吸引人 是 那当然这些老板 其实都不是泛泛之辈嘛 都进打细算嘛 他会花九亿八的股本 花七亿多去做一个并购 嗯 而且一举跨入ASIC的业务 其实这个都是算好的 我认为老板都很有信心啊 嗯 所以年底就是说 老板又有信心股价又会飙嘛 所以就是年底的做梦行情 炒梦行情就是这个样子嘛 嗯 所以具有科就是最佳例子嘛 是 那我们是买五十七块半 对 我们卖在九十二块半的涨停满最高价 总共赚六成 哇 虽然说后面前面那两三天 我陆续出掉 但是我买的其他IC股 嗯 比韩国今天的涨幅来的更大 对 所以就是 IC设计 我们就一档 接一档 对 一档一档 对 这个投资节奏 务必要更好 对 这节奏很重要 嗯 那金益科的部分呢 今天是分盘五分钟的第四天 是 盘上最高来到27.5 一样涨7% 嗯 几乎是 这几天没什么跌倒 是 那股价是强要不行了 嗯 那金益科的部分就像我说的 昨天我看借券还是继续在补 是 这波从四千多张 四千出头的农券 借券余额回补到昨天 剩下大概1500张出头 补了快要2500张 嗯 所以空单一直补一直补 越涨越补越涨越补 表示就是说没有因为涨多 他认为你涨多要回档 反而加码空没有 是 反而是越涨越补 代表就是说他会怕 嗯 他觉得哦 你怎么那么强 空单认为你还会涨 才会继续补嘛 嗯 所以从而面是持续的翻多 嗯 那所有军线往上 那就像我说 当初从380几块跌下来 嗯 跌到200出头那一段都是空的嘛 无量下跌嘛 嗯 所以上去没有太多的 套牢的筹码 嗯 所以要涨上去 其实这个阻力并不大 只是说现在又被翻反交易 嗯 那我也说 这个就国家认证的标股 嗯 就你IP股是国家认证的标股产业 对 M31也被关 明天关出来 明天可以期待 是 然后 巨偶科是第三次被关 对 先五分钟 然后二十分钟出来 创新高又二十分钟 是 那经济科是第一次被关五分钟嘛 对 所以前后啊 这市长都陆续被关啦 是 但是一样被关都是照样创新高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 就趋势不会因为被分门交易 就发生变化了 是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最强的 嗯 那巨偶科今天 盘中最多也是涨大概九块十块嘛 对 所以这个 也是一样照样涨啊 对 分盘交易 还是常常贵 那具有科的部分呢 嗯 因为 明年会有七奈米 十二奈米 嗯 十六奈米 嗯 在台电的益柱之下 接氧量都会 都会 爆胆 嗯 爆胆 嗯 所以今年大概赚五块钱 明年大概就是 十到十三 后年就是二十 嗯 所以其实 他的概念就像三年前的 创新一个事情 三年多以前 2020年的年初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嘛 嗯 一个 是 世新疫情爆发 跌到148.5 创新跌到155 嗯 那时候我们手上有世新嘛 是 后来世新 一下子就涨回到两百多块 然后之后的故事 大家就看到了嘛 对 就一百多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 到现在 我记得去年时候 嗯 还在几百块钱 今天已经 这一波已经来到三千四 对 三千四百块 所以就是说台积电当初把很多的设计的案子都交由创新跟实行 所以就让他们成长到这个程度 是 那具有科现在就是第三家嘛 嗯 那台积电也需要具有科嘛 嗯 所以未来这个三年具有科的发展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 他就是三年前的创新跟实行 嗯 所以IP三千课还是都超强 超强 我记得老师在节目上分享的时候 当时那个是七张点哦 还没有那个什么被处置的时候 对啊 你是优先先知道说 哎 IP三千课会抢抢棍 然后再来就变成国家认证的标股了 对 就因为就是 我们都在起涨点前先跟大家预告嘛 对 然后涨到被关 是 然后被关我们也是不离不弃嘛 嗯 因为这个我看好的趋势怎么会被你被关就改变呢 嗯 最多就是你让他整理一下嘛 是 那反正子弹飞一下飞完之后呢 对 该涨还是要继续涨嘛 对 所以有耐心就可以赚到这一大段 对 所以呢 重点还是那个节奏啦 是 你要知道什么时间点 嗯 会涨什么样的类型的股票 是 钱往哪边去 对 行情就在哪边嘛 是 那IP5涨完之后呢 你要知道说 哦那再来会涨什么 那我就说 爱系设计你要密切注意 因为我就说它有几大利多嘛 对 老师有说 我就说比如说 它的库存到底 嗯 它有新的产品 带动产品升级的一个新的周期 对 然后呢 库存的回补加新的产品的订单 嗯 那这个订单就大增嘛 是 就带动头片量的大增 而且我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股价还在相对的低档嘛 对 这是一个重点 对 那当初按过怎么标的 金利科具有科 或者是 这个其他的股票是怎么标 就是因为他们当初从起涨点 然后看到利多股价就标上来了 是 所以这个位阶也很重要 IE设计现在最大的利多 就是位阶相对低档 是 比如说上礼拜我们就跟大家讲 MCU要标了嘛 对 九期我们买在70几块钱 嗯 那今天已经到88块8 已经赚十几块钱了 我现在好像买7677的样子 对 那一下子就赚了超过十几块钱 嗯 那而且你回头去看上礼拜 我们买的时候是一个起张点 是 起张点而已 对 没错 就跟当初经济科安国那些股票 都是起张点 对 那我就说 九期你看他营收年初就落底了 嗯 连续两季都赚钱 第二季赚1.16 第三季赚1.19 嗯 所以当你买其实基本上都不错的股票 是 然后中国客户呢 强力回补MCU的IC的库存 嗯 因为欧美的旺季是圣诞节 感恩节 嗯 中国的旺季不是这个嘛 是过农历过年嘛 是在二月份嘛 嗯哼 所以呢 从这边一路的补库存会补到农历年前嘛 是 所以这个MCU的营收呢 就一路的好到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份一路向上 嗯 那前面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单机就有一块多了 是 那业绩送上去单机就会赚到两块了 嗯 所以今天股价涨停板是有道理的 哦 他有拿出实质的成绩单 所以其实郑老师会先预告给你听 是 是有道理的 对 所以应该要赶快跟上来 尤其是郑老师的line有没有 我们line的官方账号是完全免费不收费的哦 所以要赶快把它加起来 正在听广播的 手机拿起来 直接在line上打上搜寻 记得前面要加一个小老鼠 Stockmaster S-T-O-C-K-M-A-S-T-E-R 或者是上网可以直接搜寻四个字 股市达人 就可以找到郑瑞宗老师 包含我们还有YT的节目 对不对 有影像的 然后我们的广播节目 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 直接打开YT 就可以直接收听我们节目 而且可以常常回去重播听啊 关心一下股市最新的状况 强调一下 我们line的这个官方账号 是完全免费 不收费的 赶紧加起来 那如果说你怕加策的话 我们的节目后都有咨询的专线 可以播电话进来咨询 听广播是下午四点半嘛 对 那有时间的限制嘛 已经收盘很久了 那盘中的文章十一点 我就会po了嘛 对 所以这对大家蛮及时的啦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有看文章的话 或许上礼拜 你可能有机会可以就先买到97 那今天就涨停板了 差很多了 好快哦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也都有给大家 52IC的活动嘛 对没错 其实如果说你有留言 或者打电话进来的话 对 其实你都有机会跟上 都可以跟上来 一档定书云的活动 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就是说 我还是尽量分享给好资讯给大家啦 那这个是可以帮大家在股市操作赚钱的资讯 对 真的对大家很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我真心觉得你们要好好把握 是 没错 尤其这个大行情老师说会一路忘到明年一整年啦 对啊 因为毕竟郑老师我从台大毕业 也已经我在这个市场混了25、6年了 虽然这个脸蛋都看不出来 对 我们好像87年毕业 然后到现在25年嘛 对啊 我相信这个经验值 对一般投资朋友来说是绝对是会高很多很多啦 是 所以呢 以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人脉资源 蛮容易知道说 这些法人这些实户圈 大家正在看什么 对 要讨论什么 郑老师听说在业界真的是人缘很好 所以法人们有很多 所以抢先知道第一手的讯息 我们大家要跟好跟紧 对就是大家会互相分享讨论 对 大家会一起讨论出一个看法 是 在讨论过程上就知道说 那大概原来现在市场的这些高手 大家在关注什么 看什么 对 所以在上礼拜前两礼拜我就告诉你说 我们爱丽丝股你要注意哦 有 因为很多人的目光都转向这一边 是 所以其实我想九旗安国今天就最好 例子真的也不用我在老王卖瓜 在自卖自夸 大家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数字 直接验证 对 涨停满就是最好的验证 是 再来还有我说定安大增的记忆体的 IC设计股就是6485的点序 那现在很厉害股价我们录音的时候1.08 股价涨了6块半那涨了5-6%来到111块半 那因为Nemphrex的库存控制IC 控制IC的库存也见底的在大厂减产之下 D-Learn的Nemphrex的报价其实在前两个月都已经反弹了 他的大股东兼大客户叫金士顿 也下了一笔相当大的订单 所以就造就明年头片会大增至少超过110% 所以我还是要回来 我说IC设计的标涨密码就是头片量 是 头片量过去增个三成的股价都可以标涨 现在今年基期很低 我看到明年一堆头片量增加超过100%的 我都不晓得明年IC设计股要涨多少 我认为那个大行情是绝对可以期待的 所以这个点序今天也是大涨 然后昨天还有大马一档手机 使用的IC设计的标股 也是6XXX跟9X一样 跟点序一样都是6开头 我就说最近我6XX大顺 我选到股票通通都是6开头 对但听众朋友你不要听了乱猜 因为股票真的很多你知道吗 乱猜然后又自己买错股票 这就很可惜了 打电话进来咨询 直接跟上郑老师的脚步好吗 对我就说如果你猜得到 欢迎你自行操作 那猜不到很难猜也不用烦恼 其实你就是利用我们的活动留言 打电话进来其实你都有机会跟得上 一通电话或者在LINE留言都可以跟得上 那这一档手机IC设计的标股6XXX 今天盘中大涨接近8%也是创一个新高 那我就说明年iPhone跟非命手机都会用某一种功能 这个什么功能我先卖个关子 它会带动相关的IC订单大爆发 所以这家公司已经接到中国厂商的超大订单 然后头片量目前看起来明年至少保守大震300% 乐观上看600% 礼拜就会很夸张 因为反正这两年极其低业绩烂嘛 所以一旦复苏的话就是这样子成长 IC设计股就是好玩就好玩就在这边 所以它会摆脱史上最烂一年多的业绩 迎来最强的转机 安国不也如此 前三季还亏钱 股价涨到一个不要不要的 所以这种股票往往年底最飙 整个市场最强势的果然就是我预言的IC设计嘛 所以我预言在前这个就是选股的功力 真的遵遵遵啊 所以IC设计一档接一档 明天我还要买一档最新IC设计标股 988赶快跟上 988福利继续大放送 谢谢老师 来电或留言988 或者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全部988XX带你一路操作到明年年底 从现在就开始赚 然后一路赚到明年底 打电话进来咨询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 988的活动是即刻加入 即刻开始大赚 而且会一路赚到明年底 超过一年的时间 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02-2362-8000 接下来会长的股票 已经在曾瑞宗老师的名单中了 资金翻倍的机会就是现在了 投资股市 你千万不能孤军奋战哦 团队带着你 跟对分析师 团结就会力量大 接下来还要带你一路赚到明年底 把握这个好行情 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在LINE里面留言也可以哦 郑老师的LINE先夹起来 搜寻股市达人四个字 你就可以找得到郑瑞宗老师 并且把LINE夹起来 盘中还有文章 可以带你及时跟上来 如果需要专人协助你加入 拨打电话 02-2362-8000 跟上趋势就有赚钱本事 我是大华国际头库 股市达人郑瑞宗 AI标股大赚出青 草梦股接棒盆出 想翻转人生 让达人来帮你 每天下午四点半听飞碟 跟着股市达人郑瑞宗 买股好轻松 LINE账号 小老鼠 Stockmaster 或搜寻股市达人 索取标股专线 02-2362-8000 02-2362-8000 大华国际102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